行政院核定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 在7月1號正式上路 將打擊投機杜絕炒作 引導房市文件有序發展 也將有助於真正想買房自住的民眾 加上通膨壓力不減 物價電價調漲 不想讓手上的資金縮水 專家分析現在進場買房 是抗通膨的好時機 但買房這塊房子不夠保值 專家點出 新北市承接來自台北市 拖北族的買盤 市場需求高 不過挑選地段有兩點建議 現在要買房子呢 你就去找有政府建設 民間產業投資題材的區域 基本上現在這樣買的話 未來房價反彈的時候 它的增值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探開地圖來看 新北板橋的新板特區 計畫地段房價每平約90萬元 市場付督金也要約70萬元 三重新市政特區是新北市第一環 更靠近北市 有捷運到家 也有市政府建設公園水岸 未來這裡將成為新選擇 既然過了台北橋 就是新北市的三重區 是現在許多在台北市工作的上班族 選擇居住的地方 三重市政核心區 因為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的進駐 加上新北科技園區立體化 看好未來發展力多 許多上市企業 知名建商跟進卡位 成為建商列地的一級戰區 看準這裡未來的發展 有許多建案本本在這裡推出 像是都廳大院 鄰近新北第二市政中心 附近就有捷運閒色公站 出站就到家 清明的六字頭房價吸引了 幻物族及首購族的火光 房價最主要支撐的東西 就是在於供需 供給跟需求 所謂的需求量最重要的看 就有一個集合 我們有新北市政府的第二行政中心 將近三千個就業績會有進來 那除此之外 我們這塊地行政中心旁邊 它會有東深媒體園區的進駐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未來之後 周遭也會有一個將近 301公頃的新北科技園區 未來在這個區域 會是有非常龐大的就業融合 那也相對也會增加 非常多這邊房市居住的需求 而新北市三大發展軸心之一的三重 以雙北房價凹陷區的優勢 成為民眾苟無熱點 在物價通膨及油電雙掌的時代 選擇相對穩定的房地產 作為避險標的 不僅能享受未來買房增值的紅利 還能避免鈔票不斷貶值的風險 記得綜合報導